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正式刊线生效 条例列明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 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势力 全部最高刑罚都是终身监禁 港府将尽快成立国安委 工作信息不予公开 做出决定不受司法复合 警无处7月1日将成立国家安全处 据香港立场新闻报道 港版国安法刊线生效后不但扩大警权 未来可闭门审讯 务须陪审团 最终可判终身监禁 复杂或严重情况 交助港国安公署侦查 大陆检控审讯 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 恐怖活动罪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可判无期徒刑 国安委员会做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合 国安开支人员编制 不受香港现行法律限制 涉国家秘密等禁止媒体和公众旁听 经特首批准警方可截取通讯和秘密监察 此外 律政司长可基于保护国家秘密等理由 指示诉讼务须陪审团 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不会危害国安 否则被告不得保释 被判危害国家罪 即丧失参选资格 港府公告刊献全文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通过港区国安法 并按基本法第十八条 在征询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后 把该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港区国安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基本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按决定规定 港区国安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香港公布实施 有关公布已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签署 并于6月30日晚刊献生效 港区国安法共66条分为6章 分别为总则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机构 罪行和处罚 案件管辖 法律适用和程序 中央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及负责 一如早前发布有关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时的说明摘要 指出 港区国安法的条文充分反映了以下的原则 一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对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根本责任 和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 二明确规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遵循的重要法治原则 三明确规定香港特区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机构及其职责 四明确规定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和处罚 五明确规定案件管辖法律适用和程序 六明确规定中央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 港区国安法目的是防范制止和惩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 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 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 以及保障特区居民的合法权益 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 应当切实执行港区国安法和特区 现行有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规定 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恐怖活动的工作 采取必要措施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 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 尽早完成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完善相关法律 行政长官应当就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的情况 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年度报告 港区国安法明确规定 应当坚持的法治原则涵盖依照法律定罪处刑 无罪推定 一事不二审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等 港区国安法不具追溯力 所定名的罪行只适用于法律实施以后的行为 此外 港区国安法也明确规定香港特区依法保护港人 根据基本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 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 享有的包括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在内的权利和自由 港区国安法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港区国安委负责维护国家安全事务 承担维护国家安全主要责任 并受中央人民政府监督和问责 港区国安委成员包括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保安局局长、警务处处长 按港区国安法第16条规定的警务处 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入境事务处处长、海关官长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 下设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秘书长由行政长官提名、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港区国安委的职责为分析研判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 规划有关工作、制定政策、推进法制制度和执行机制建设 及协调重点工作和重大行动 港区国安委的工作不受干涉 工作信息不予公开 做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合 港区国安委设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列席港区国安委会议 就相关事务提供意见 特区政府警务处和律政司作为主要执行部门 设立专门处理维护国家安全事务部门 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开支和所涉及的人员编制 经行政长官批准后 由财政司司长从政府一般收入播出 不受现行法律规定的限制 财政司司长需每年就款项控制 和管理向立法会提交报告 就港区国安法规定的犯罪案件 除特定情形外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管辖权 包括立案侦查、检控、审判和刑罚的执行等诉讼程序 依照的是港区国安法和香港特区本地法律 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办理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时 可采取特区现行法律准与警方调查严重犯罪案件的各种措施 以及其他港区国安法规定措施 包括对有合理理由怀疑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人 由行政长官批准的截取通讯和秘密监察 搜查、住所、要求有关组织或个人回答问题 提供资料、移除讯息等 港区国安委在港区国安法下 授权或授权未采取上述措施 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律政司专门的国家安全犯罪检控部门 负责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检控工作 任何人未经律政司司长书面同意 不得就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提出检控 律政司司长可基于保护国家秘密等理由 发出证书指示相关诉讼 勿须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 若原诉讼法庭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 则应由三名法官组成审判庭 各级法院指定法官负责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除涉及国家秘密外 审判应当公开进行 判决结果应当一律公开宣布 指定法官是由行政长官经咨询港区国安委和中审法院首席法官后 从各级法院法官中作出指定 特定情形是指经特区政府或中央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提出 并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以下三种情形之一 一、案件涉及外国或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 香港特区管辖确有困难 二、出现香港特区政府无法有效执行港区国安法的严重情况 三、出现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 在上述情形下 驻港国安公署将就港区国安法规定的犯罪案件进行行使管辖权 除在极少数特别情形下依法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外 驻港国安公署将赴其监督、指导协调、支持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包括分析形势、分享信息等 港区国安法明确规定公署人员需遵守全国性法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并接受国家监督机构监督 公署的经费由中央负担 政府发言人表示 这次立法的目的是要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 针对的是极少数违法犯罪的人 保障的是香港绝大多数居民的生命财产 以及依法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 香港居民正当行使这些权利时 无需担心触犯国家安全法律 发言人又表示特区政府要有效履职尽责 维护国家安全 早前已在警务处和律政司开展筹备设立专职部门的工作 随着港区国安法生效 警务处于7月1日成立国家安全处专职处理相关工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明镜要报 我们还是继续关注香港的情况 香港秘密警察掌门曾受训中共党校 二把手也好勇斗狠 港版国安法正式生效 警队就处理国家安全案件分工和人事安排陆续曝光 7月1日起将会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秘密警察部门 部门主管由特首直接委任 职责包括收集分析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信息 部署协调推进维护国家安全的措施和行动 调查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 进行反干预调查和开展国家安全审查 承办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交办的维护国家安全工作 执行本法所需的其他职责等 外界盛传全新的秘密警察部门 将由原任高级助理处长级的监管处处长刘熙慧长管 料他将升任新设的副处长职位 专责处理国家安全案件成为秘密警察一姐 而极少在媒体现身的助理处长蔡展鹏 预料会升至高级助理处长职级 担任刘的副手 刘熙慧曾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国家行政学院进修 而被视为未来一哥热门人选的蔡展鹏 早期在大学期间已被形容为好勇斗的勇字派的传人 刘熙慧和蔡展鹏均具保安部背景 其中刘熙慧是红裤子出身 1984年加入皇家香港警察任职警员 曾担任刑事情报、刑事调查、刑事政策及支援毒品调查 商业罪案调查、人力资源管理、培训事务和前线警务工作等不同岗位 曾任分区警区和总区指挥官 他于2004年曾借调社会福利署 协助调查骗中原案 晋升高级警司后 曾在保安部工作 其后担任大宇山区指挥官 刘熙慧于2013年晋升为警务处助理处长 先后担任新界南总区指挥官、助理处长、人事和香港警察学院院长 刘熙慧于去年3月升至监管处处长属高级助理处长级 工作包括处理和调查涉及警务人员的投诉 去年6月21日晚警察总部被市民包围 刘熙慧也与其他警队高层拍摄短片 呼吁同僚继续撑下去 刘熙慧持有警政学学士学位 法律学士学位和公共行政硕士学位 又曾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国家行政学院 已至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北京大学、澳洲警察管理学院等院校修读课程 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 刘熙慧于2003年底以390万港元买入西半山加富台一单位 建筑面积865平方尺、实用面积617平方尺 限时估值已高达1445万港元、升值近3倍 而刘熙慧在公司注册则报称居住全湾万景峰低层单位 建筑面积为886平方尺、实用面积为666平方尺 限时单位市值1140万元 为单位登记业主、为外籍人士 料刘熙慧为单位租客 蔡展鹏则为人低调 过去20多年,其名字只曾因生前消息而出现在媒体 根据警队官网介绍 蔡展鹏早年取得社会科学学士学位 并修毙人权法及公共政策与管理两个硕士学位 资料显示蔡展鹏于1992年在香港靖汇大学中国研究系毕业 专修地理 苹果日报取得当年的近大中国研究学会毕业同学录 同学在书中形容蔡是外形高大 但不俊朗 又指他性格坦率刚强 同时也属好勇斗之类 是勇子派的传人 但却一犯小人 野心勃勃 渴望成为罪恶克星 蔡展鹏于1995年加入皇家香港警察任职督查 主要负责保安情报和行动工作 也曾在前线担当不同行动指挥岗位 蔡展鹏于2014年晋升为高级警司 在保安部担任单位指挥官 负责有关保安事务的情报行动 调查分析与联络工作 她于2017年6月晋升为总警司 出任保安部副主管 2019年1月再要升为助理处长 执掌保安部 蔡展鹏在在职期间曾在中国清华大学 英国国家警务促进局 澳洲警察管理学院 加拿大警察学院 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及哈佛大学 肯尼迪公共行政学院等授讯 继续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 中共惊人高效推国安法落地 香港使尽未知水域 副作用显现 最近在中国和全球闹得沸沸扬扬的港版国安法 6月30日终于有了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机构 全国人大常委会周二上午 以162票全票通过港版国安法 另一据报道 该机构在当日下午再次投票表决 全票通过把有关法例纳入基本法附件三 这部港版国安法于公布之日 6月30日起在香港特区实施 据美国之音报道 从5月底提出到6月底获得通过 这项立法总共有了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 再次展现了中共举国体制惊人的高效 为了赶在香港回归中国23周年纪念日之前 通过此案 中共采取了一系列的非常手段 在香港人大代表丝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突然在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提出要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的议案 绕过了香港立法机构 避开了对香港各界和民众 进行广泛咨询的正常程序 这次立法程序也显得十分诡秘 草案文本严格保密 自从6月20日北京当局公布了一个港区 国安法草案的要点 至现在香港和大陆公众都没有人看到过 草案的完整文本 甚至是香港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没有看到 不过路透社说 中共当局可能会在周二晚些时候公布细节 港版国安法的通过无疑 将会使北京与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在对抗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美国与中国在贸易、南中国海、新冠疫情等多方面存在严重对抗 美国已经决定暂停部分给予香港的优惠贸易待遇 停止向香港出口军用装备并限制对香港的科技产品出口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周宣布将 针对损害香港自由的中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 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 本月早些时候发表联合声明 强烈敦促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的决定 声明中说 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外长 以及欧盟高级代表 对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决定 表示严重关切 七国外长认为 中国的决定不符合基本法 及其在中英联合声明原则下的国际承诺 推行国安法可能严重损害一国两制原则 和香港的高度自治 这将危及多年来让香港繁荣并取得成功的制度 香港舆论和国际舆论普遍认为 港版国安法将是香港回归中国23年以来 对香港自治影响最大的一项立法行动 它可能彻底改变香港赖以生存的一国两制模式 香港法律界及民主派称 港版国安法是比逃犯条例修订更为严苛的法律 它撼动了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和香港司法独立的根基 从中共日前公布的草案要点看 为推行国安法 北京将在香港设置驻港国安公署 香港政府也要设立一个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根据中共提供的信息 驻港国安公署不仅拥有局势研判 监督指导的职责 同时在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对香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进行直接管辖 包括执法 这部港版国安法 主要是针对中国所说的 分裂国家 编覆国家政权 恐怖活动 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 中国人大通过立法后 这四条涉及国家安全的罪名 就将正式纳入基本法附件三 熟悉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 这些罪名在大陆的使用非常宽泛 当局常常用这些罪名来打压异议声音 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 香港大律师公会前主席陈景生 和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 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 就表示了这种担忧 他说国安法条文不够清晰 会给予当权者很大权力和空间去解读法律 加上草案已透露 国安法将凌驾基本法 中央对极少数香港国安案件有管辖权 而香港特首又有指派法官审案的权力 种种做法很可能冲击香港的司法独立 人权保障 以致一国两制 陈文敏指出国安法还没有开始实施 但他对港人生活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 最近大型企业被迫表态支持国安法 许多人开始删除Facebook的贴文 有声音称反对国安法的人会被取消参加选举的资格 香港媒体也在收紧 陈文敏强调很明显 国安法将会对香港人的表达自由 甚至人身安全构成严重的影响 综合各方消息涉及违反国安法行为的量刑 按照严重程度可分为几集 从监禁三年五年至十年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推特上说 最严重的可判终身监禁 也就是无期徒刑 在特殊情形下 香港特首与驻港国安公署商讨后 可提出将严重案件交由大陆审理 再由中央批准松审 最终决定权在中央 对于港版国安法是否具有追溯力的问题 多数消息来源的说法是否定的 但却又表示该法生效后 涉嫌犯罪者在过往两年中从事的危害国安行为 可以作为犯罪证据成递法庭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星期二在人大常委会通过港版安全法后 对外界表示 这项立法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遏制和惩罚叛国 颠覆国家政权恐怖主义活动等行为 我们只是针对极少数罪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